核磁共振的影像显示 患者的脑部有一颗0.9公分的动脉瘤 根据国际研究数据显示 从0.7公分到大于2.5公分的肿瘤 破裂的几率从2.6%到40% 一旦破裂死亡率相当高 即使幸存 生活也大受影响 三分之一的病人会当场死亡 另外三分之一的病人 可能送到急诊的时候 没有救 救不起来 第三个的三分之一 其中的二分之一的病人 经过治疗 然后可能就变成植物人 或者是生活没法自主 医师借由现代化的 复合型手术式设备 先以血管摄影定位肿瘤位之后 随即进行开炉手术 夹出随时有破裂危机的脑洞脉瘤 接着再次透过影像 确认手术成果 没有Hyperial OR的医院 他必须要回到家务病房 等病情稳定 再把病人送去血管摄影室 但是在我们医院有这个Hyperial OR 可以在当下开完动脉瘤夹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有这种 很先进的这种血管摄影 它复合是在我们开刀房里面 就直接可以做这种血管摄影 仪器喝成的手术流程 提高了医疗品质 医师提醒 脑洞脉瘤在未破裂前 几乎没有明显症状 建议经常有头痛症状 相关家族病史 以及三高等问题 控制不佳的病友 应定期做脑血管健检 及早揪出潜在的脑洞脉瘤 大家新闻 台北新店综合报道